祈禱活動 因為他肯定 當特朗普轉了他的頭 把刀失了他 就足夠了 去救他生命 成為美國總統 各位先生 請歡迎 美國總統 特朗普 好 您看到的這個畫面 川普他走在紅毯上 兒子小唐納川普似乎眼眶泛淚 那麼當川普走上看台之後 就跟剛出爐的副手人選 也是惡害俄州參議員 范斯站在一起 范斯身旁是眾院議長強身 而川普的兩位兒子 跟他們太太 則是站在第二排 隨後川普就坐下面帶笑容 聽演說 而下一位講者上台之後 也跟川普打個招呼 好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共和黨全國黨代表大會的會場 今天正式揭開序幕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在我後面有很多人群包圍 有很多攝影機包圍 其實那就是佛羅里達的 全國黨代表的座位 那麼在剛剛整個提名川普 成為共和黨候選人的這個過程當中 主要佛羅里達州就是由川普的兒子 艾瑞克來宣布他們所有的黨代表 把所有的票投給川普 那麼其實出席的除了艾瑞克之外 還有小唐納德以及川普的另外一個女兒 他們是都有在這邊 但是今天沒有看到川普的長女 Ivanka 那麼剛剛現場也有機會 簡短的問到艾瑞克 川普的狀況 在共和黨全國黨代表大會 現場還沒有正式提名副首人選的時候 其實川普已經透過他的社群網站 真實社群透露他的副首人選就是 惡害俄州的參議員萬斯 也因此雖然現場還沒有到副總統的 這個提名過程 但是現場已經響起群眾歡呼JD 那麼之前川普也說過 其實整個考慮副首的過程當中 對他來說他也是經過長時間的考慮 甚至形容說這就是像他的節目 誰是接班人一樣只是是比較複雜的版本 TVB的新聞嘉輝美國密爾瓦吉報導 共和黨全國黨代表大會登場第一天議程 包括正式提名總統和副總統人選 川普選誰做他的搭檔 一直到黨代表提名程序開始前才宣布 惡害俄州的聯邦參議員萬斯現年39歲 他在最近幾個月很積極公開表態力挺川普 尤其是川普槍擊案事件之後 萬斯在沒有政治的情況下 指責拜登和民主黨企圖暗殺川普 萬斯耶魯大學畢業 之前他是創業投資人 他的回憶錄 相巴老的晚哥講述自己在中西部鐵鏽帶的藍領成長背景 萬斯曾經是永遠不支持川普的那一派 不過在2022年競選參議員時他獲得川普的支持 萬斯重組形象 萬斯在參議院倡導很多激發川普 基本盤的議題 那麼有趣的是之前媒體報導說 川普對臉部的毛髮反感 也就是說萬斯的這個鬍子 讓他有可能有一點問題 如果要成為川普副手的話 那當然川普否認了這個傳聞 今天宣布萬斯是川普副手 也證實萬斯的鬍子 確實不是問題 那麼這次共和黨全國黨代表大會 可以說是川普的全代會 他是唯一主角 那麼2016年川普第一次獲得提名時 那個時候的川普還沒有執政經驗 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的川普其實他不需要靠副手來拉台聲勢 場內場外看到的競選商品和標語照片跟海報 今天都還是只有川普一個人 當然今天副手人選宣布是萬斯 接下來在會場之內 可能不會只是川普的個人秀 另外2016年和2020年 川普的競選口號都是讓美國再次偉大 2024年基本上一樣 但有做一點修正 改成讓美國再偉大一次 現在就是確定 2024年川普搭檔萬斯 TVB 新年嘉輝 美國密爾瓦基報導 川普第三次獲得共和黨正式提名 這也更加確立川普在共和黨內 無所不在的影響力 現在的共和黨是川普的共和黨 從今天通過的2024共和黨黨 可以看到川普對共和黨的掌控 上個星期我們已經報導過 共和黨的2024最新黨綱 基本上就是川普的競選主張 在貿易移民和外交政策等關鍵議題上 呼籲川普立場 16頁內容使用的文字和精簡的重點都很川普 但對台灣來說最值得注意的是 這是美國和台灣在1979年斷交以後 首次共和黨黨綱沒有提到台灣 那麼從1980到2020年 每四年一次的共和黨黨綱都有台灣 2020年是沿用2016年的版本 協進對台六項保證也反對兩岸任何一方 片片改變現狀 台灣的未來必須要在台灣人民同意的情況下 透過對話和平解決 而美國將會基於台灣關係法協助台灣自衛 這些文字這次都沒有 那麼和中國相關的部分只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在保護美國勞工之下 將取消中國的貿易罪惠國待遇 並且逐步減少從中國進口必需品 以及阻止中國購買美國的房地產以及產業 沒有點名特定國家但表示 這是川普互惠貿易法 也就是對外國製造的商品徵收基準關稅 那麼另外在重返以實力帶來和平的主張之下 要重建軍隊和聯盟來對抗中國 GVV新聞將會美國密爾瓦基報導 在川普暗殺危機之後 市場看好他勝選機率大增 讓週一美股全數收紅 首先道瓊指數更是登上歷史新高 上漲超過200點 而其中川普媒體科技集團股價更是狂飙三成 連槍支製造商跟監獄營運商相關個股也收紅 讓市場上揚的還有一個關鍵 就是聯準會釋放樂觀訊息 認為通紅正在降溫 現場民眾驚聲尖叫緊急地傳出連續槍響 川普支持者在慌亂中逃竄 我正在川普插進去 有人開始撞擊 什麼事發生 槍手大拉拉在屋頂上架槍 瞄準方向就是美國前總統川普 時間回到開槍前幾分鐘 你看看我們什麼事 當時川普還在造勢台上慷慨激昂演說 不過周圍群眾早發現不對勁 當地晚間六點零四分 川普站上講台七分鐘後 有人朝看台開槍 三秒後狙擊手立刻擊斃嫌犯 命在旦夕川普不忘喊著讓我先穿鞋 這起槍擊案後挺川普和挺拜登兩邊都出現陰謀論 拜登支持者質疑川普自導自演 川粉則認為特勤人員有問題 因為槍手所在位置正好是舞台的制高點 特勤隊居然沒有事先進空 還讓嫌犯拿長槍埋伏 目前FBI初步認定嫌犯是孤狼犯案 屬於潛在國內恐怖行動 定調為暗殺為罪 不過嫌犯目前沒有策劃其他攻擊 這次暗殺動機正在深入調查 TVBS新聞都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 TVBS新聞網APP 2018. 2018. 全座